猴头猫桥是当地居民及游客往返光复里 车头顶聚落猫村的重要通道 启用迄今已经达十年之久 受当地潮湿气候影响 猫桥部分构建出现秀石及脱落情形 考量居民及游客通行安全将进行风桥修缮 预计十月底开放通行 请通行民众改走猫桥旁边的临时便桥 猴头猫桥因为天气在地气候潮湿的关系 那有很多构建也都秀石的非常的严重 然后有脱落的情形 那我们目前进行了整个猫桥的修缮工程 那在工程的期间 那我们也搭做了另外一座便桥 让公民众然后游客以及在地的民众能够通行使用 约领其表示受到当地潮湿气候影响 猫桥部分构建出现秀石损坏情形 考量游客安全及旅游环境品质的维护 将补墙猫桥桥体结构 更新钢梁与烤漆旅板及其余构建除锈油漆 预计今年十月底开放通行 目前有提供临时便桥供民众通行 请多加利用 当然猫桥修缮要注意安全 有一些锈死很严重的就是要换掉 上面清洗是不是要再补墙 补上射 看是不是能够有办法补上射 才不会看起来脏脏兮兮的换新 换然一新 虽然是旧的东西你可以换射 换射上去就换然一新了 那我们预计在十月底能够完工 那整个工程我们将要针对 整个主体结构的加强 然后以及构建的更新 我们也希望整个完工之后 能够提供给游客还有在地民众 更舒适安全的一个通道 猫桥旁设置的临时便桥 便桥上设置许多贴心设计 如两侧踩自然通风 并保留观赏景色的网状窗 地面铺设防滑地点 设置照明设施 并采以无阶梯式的友善通行空间 周边也设有便桥指引标示 以引导民众通行 切成为瑞芳采访报道